第一 先踩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温 它其实是相对于低温而言 低温超导它的温度要达到零下的269度 而我们这个高温超导只需要在液氮的环境中 是零下的196度就可以工作 它有一个自旋浮的特点 就是我们现在的车辆是在旋浮状态 它不需要消耗任何的电能 它就旋浮起来了 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的节能 然后它还有自导向和自稳定的功能 我们的设计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600公里以上 2 1 3 3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